韋達和柏寶,李一拳果一掌一人贏一場 今場輪到韋達首執牛耳 兩節贏馬姿態都很爽的6號形彩繽紛 過完關1.6倍,變為1.3倍 看看臨場吧 形彩繽紛一度試過有14元 但開跑時只剩1.3倍 今場公認勉強是唯一對手的5號馬之王 當然是遲宜門,5.4倍 至於前一場,在形彩繽紛後面過多馬位過終點的10號威海寬騰有15倍 另外,賣門初出的不明物體14號大把在手 及近兩場表現普通的7號好用盡都算下的票 另一部看到一定有一隻慢一點的馬 就是大把在手 screams,不過這個慢慢走上前一點 紅風也在尾 看看前面,都是那些馬去走 其實外面的偉特都很努力,形彩繽紛 不過走上來後,也要等一等,比較快一點 接著我看到是名店之聲 然後再後一點才是馬之王、金玉滿堂 這樣放上來 還有一些馬是嘉嘉店、中國好 再後年才是棄定神行大把在手 很勇進 在最後一堆有大有運、有利多、可愛人生和洪峰 前面威威寬騰也是他帶回的 帶來一個多兩個馬位 首在第二位就是形彩繽紛 這裡慢慢轉出來 海邊就是名店之星 再開邊看到一直騎著上來 這隻馬之王好像還有多少 雖然已經早出頭了 後面那堆馬暫時沒有什麼特別走勢 看回前面 這個威海寬騰不是帶來很多 旁邊很拼命 不斷追 越追越近就是馬之王 韋特有多少 現在拿來邊打一下 追下去你又不多 變成他又拋開你了 再贏一場就是形彩繽紛 跑到第二名就是馬之王 威海寬騰也捱到第三 中國好這個大冷門 走到第四 雖然是熱門 一度都好像有一點點刺激 好像有一點點刺激 不然馬之王 投注了一輪 你當然希望幫他打氣 但今天跑了四五百米 馬之王那個位置其實是挺不利的 沒有辦法這個馬仍然有一點點口徑 不是留得很暢順 你看一下 現在暫時可以的 一會兒馬一踏回來 其實他已經接了出來 現在還跟著那隻形彩繽紛 帶得很賣力的 早段他一直逼的 他也不是說 投其 他變成呢 他又走到外面了 這裏還給他 撐過去 明店之星撐過去 撐過去 老實說 如果你看上去都是輸的 就是你的細一道好像是想過 這隻鹽彩繽紛 但是別人一轉了 另一個轉一轉波 已經是再過回來 正是飄離你的 你看到 現在中間那隻氣定神閒 做了一輪東西 挺好的 走勢也有一點進展 你看到那些步 比較鈍一點 大把在手 就沒有那種 比較好一點 外面那邊 外面那隻有利多 大家都紅衣 有什麼呢 先說回 跑過了一百米 形彩繽紛外邪 之後就急速邪跑 導致馬之王 需要納備形彩繽紛的後題 小組告知蔡宇